新北板橋幼兒園群聚感染 基因定序結果出爐確定 就是Delta病毒 新北市長侯友宜也拍板定案了 要強化新北市的二級警戒 所以從9月9號到9月15號 所有的公有還有藝文場館 通通都不開放 而餐飲業也是再度的取消內用 只能夠外帶 但是隔壁的台北市市長柯文哲 決定不跟進 所有的管制照常 Delta病毒正式入侵新北市社區和幼兒園 居隔學生PCR結果 沒出如就讀班級 補習班安親班都得預防性停課 新北市長侯友宜宣布 強化二級警戒賭疫情 在防疫這麼快速的Delta病毒 要採取更嚴格的標準 等了好久 終於開放的餐飲內用 如今恐怕被迫終止 新北從9號到15號 所有餐廳 美食街 夜市 只能外帶 不能內用 另外公有場館 像是室內的運動中心 室外的各式球場 田徑場 泳池全都不開放 還有藝文場館也在這波關門名單 就連戶外融流人數都得降載 還有溫泉 露營場 飯店 各式設施 通通不開放 經濟的衝擊蠻大的 在這個禮拜 能不能把疫情穩定地控制下來 但一核之隔的台北市 只對餐飲內用鼓勵減少 不禁止 柯文哲親自拍板 雙北共同生活圈 這回防疫各走各得道 台北市沒有確診案例 現在目前還沒有明顯的證據 都需要升高等級 北市修改校園停課指引 失聲只要一例Delta個案 全校停課14天 柯P先拼防疫能量擴充 但其他管制通通照常 就連北部一堆縣市 禁止中秋節烤肉 看在柯文哲眼中 都不屑一顧 如果你要安全的話 每天乾脆在家裡打坐就好了 同仁河冰不能烤肉 但是如果你在自己家裡屋頂 親族聚餐烤肉我不管 所以我常常政治就是這樣 很假 假掰 有可能子宮警 難道每個人都把子宮拿掉 那沒有道理 北市不跟進 新北擴大管制 雙北首長防疫 首見分歧 就從蔣高子堯台北部到